输给了北京队 我是这样想 就是说出出茅庐的小将 你在场上他有一个什么 也就是说拿出士气来 这是第一 这是外在的 你得有一个迎求的样 是吧 第二点呢 有一个正常的技术水平的发挥 带动技术水平的发挥 没错 刚才那个球好像整个技术和思维都是在停滞状态 漂亮 挑的时候 其实这个挑的时候 这个挑打呢 刘伟知道就是一定要能发得上立志 你到底应该先上哪条脚 哪只脚 把龙抢中 球拉漏了 拉空了 速度快 白短 反正发力测身 马龙放高球 反手放住 冲正手 马龙继续放 正手继续翻到回头 大家看到马龙啊 在反手防御多板数之后呢 到他正手之后 他远台远台反冲 打了一个回头 手的穿透力要比这个王立琴要强一些 看马龙的这个心理素质 心理的承受力会是什么样 一定要敢于多变 漂亮 中间短的 马龙的这个发球呢 是带有侧拳的 像马龙呢 是3比11拿下的第一局 其实刘伟啊 这个第一局的争夺是特别的重要 特别是从这个老将王立琴来说 如果在前两局掐不住的话 后面你再想 一线长球 鼓动相持 这就位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还看不到说这场比赛 珍惜王立琴呢 他就说王立琴正手好 他一定要这个死压住王立琴 那呢也比较定 在反手对反手这个环节上面呢 就是优势不是特别强 打决赛 最终的马龙是4比3 赢了王立琴 晋级到 多岁的老将呢 并不像这个30多岁的老将 全国级标赛 希望能够 有好的表现 确实这种精神非常难能可贵 拉住反手 实属不易 因为这个男子比赛 大家看到视觉上的冲击力特别强 无论从回合为主 所以这些老将们也在努力的去坚持 不管结果如何 这样马龙呢 在这局比赛当中是11比4 剩了第二局 我们还是请刘伟 给我们点评一下第二局的一些情况 那么第二局呢 马龙还是在应该说 好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双方第三局 这儿 瑞典的这个整个乒乓球的人才梯队 那么在中国乒乓队呢 就是应该说有一种现象 就是年轻运动员啊 他不是这个会就是完成的比较好 自己的职业 这就是我的工作 这就是我的职业 那么他就会什么 哎呦 漂亮 我们看这一局呢 王立芹在这个反手对反手当中呢 寻找机会呢 就是王立芹的反手 另外一方面 在第一板 一定要有兄辩王立芹正手 之后掉右压左再 其实这局 这局比赛 马龙没有必要打得这么凶狠 总觉得他这几个球攻不死 连续拉的时候 成了强弩之末了 其实在比赛当中不是说一味 负一局取得全公平方球锦标赛女单冠军 男子双打是王浩 后来也住院了 李小霞是一人赌得两分 并且战胜丁宁 我们看 9比10 马龙白短 拉起来 马龙转正手 不正手 铺斜线 再转正手 反拉 双方形成对拉 在远台 拉斜线 拉中间 再拉斜线 好球 把比分啊 现在追成了十平 双方对球啊 非常的精彩 在远台形成多板数的对拉 并且在对 是个擦网 擦网 我们再来看 中间短的 马龙回摆 马龙抢正手 第二板 这球王立芹一退远了 对 马上就给了马龙 现在11比10 王立芹领先 中间短的 回摆 拖长 直线啊 相对于斜线 它的线短 所以就要求这个 这个动作啊 更 我们来看 马龙发球 12平 中间短的 马龙挑打斜线 回来 没挑死 直线 正手直线 反手直线 应该说还是 比较有用的 终于 老将 王立芹 搬回了一局 因为这局里面 一个是就是 马龙的这个线路啊 打得太 太正了 这球 就是一些 变化 线路的直线球少 对 其实这个 在第一局 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呢 就应该在 突破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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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迹象 好的 哎呦 哎呦 漂亮 发稳的就这样打 可能 就这么 就这么输下去 但是你搏杀呢 你的这个 这个保险系数 这个胸吻的 这个程度如何 效力于两支俱乐部 马龙呢 在宁波 可以说在宁波海 今年的联赛 也是击败了很多 国家队的主力选手 也就是说 回顾到上个世纪 1988年 曾经获得过 全国警告赛 团体冠军 晋级到了决赛 这也是 爆了一个冷门 其中呢 是马龙战胜的王浩 这领先 因为他这个技术 摆在这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球 再点 这样马龙3比1战胜 王立琴 北京男队 获得了2001年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 男子团体的冠军 整个全国锦标赛呢 也顺利的闭幕了 我们再次感谢 刘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参与解说评论 观众朋友们 是由杨颖和刘伟为您解说的 再见 再见